Hello, this is Paul. Welcome to my new lesson. In today's lesson, I'm going to talk about computer parts. 就是你常见的,你们都比较熟悉的一些配件的说法。 OK, so first of all, I'll teach you keywords. 首先将教大家关键词。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computer,计算机电脑,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词。 但你知道吗?它是用这个单词变软的,compute,计算。 我们看一下例句, He hired a secretary to compute the cost of this quarter. 他雇用了一位秘书来计算这个季度的开支。 Hired,雇用,secretary,秘书,compute代表就是计算的意思。 这个单词就是计算。 然后呢,我们在计算这个单词的后面加一个R这个字母的话,就变成computer。 然后呢,这个单词,computer的一个名词,计算我们读作computation。 computation,比如举个例子, All the computations in the chart are incorrect. 这个表格里的所有计算都是错误的。 这地方是名词,chart代表是表格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的incorrect代表是错误的。 所以这里方的计算的名词怎么说? computation,computation。 不知道看视频有没有做快捷的朋友啊, 这个单词挺实用的对你们来讲,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compute这个单词延伸出computer。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好,首先那个出现computer单词是1613年, 然后呢,最开始一词是指的是一个会计算的人, 特别是女人,它是指的是实在的人, 并不是机器哦,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其实1613年就有computer的单词出现了啊。 所以到了后面的话,到了那个20世纪中叶, 比如说到了那个1944几年的时候啊, 就开始出现了就是机器啊, 来代替人去计算,计算东西了啊。 然后呢,所以说computer的意思, 就逐渐变成了那个这样子一个装置或机器的意思了啊, 就这样子的。 so now let's learn how to set different parts of a computer. 好,接下来我会教大家电脑的它不同部分的英文的说法, 这对你生物当中是很实用的哦。 ok,so我们要看一下啊, 关于电脑不同的配件, 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叫hardware, hardware,hardware这单词本的意思代表是硬件, 它本来在那个hardware在用在电脑里面之前的话, 它代表就是五金电器啊, 五金这些工具的意思, 比如说那个什么, 那个你用的一些工具啊, 比如说那个螺丝啊, 那个等等等等, 或者锤子之类的, 都叫做hardware, 这地方在电脑里面指的就是电脑的硬件, 我们看一下例句, a computer system is made up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一台计算机系统是用硬件和软件构成的, 这地方的made up of代表是构成的意思, software就代表是软件, 那我们学一下硬件,hardware, hardware,软的英文soft, 硬的英文hard, ware代表就是一种工具器皿的意思, 这样子的, OK, 计算机系统, computer system, computer system, 这样子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外部配件, external parts, external parts, 这个地方外部的external part, 代表就是配件啊, 或是零件的意思, 这地方的话叫S代表是负数, external parts, 代表是外部的零件或外部的配件,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整个计算机怎么说, 叫做PC, 我们的英文的话, 它的全称是personal computer, personal computer, 有点个人电脑, 我们看一下例句, her birthday wish is to get a new PC, OK, 它的生日愿望是得到一台新的个人电脑, her birthday wish is to get a new PC, 所以我们一般我们讲到PC, 就只是personal computer, 代表个人电脑, 好, 我们看下面一个词, 显示屏, monitor, monitor, 显示屏, 我们看一下例句, I plan to buy a PC with 17-inch color LCD monitor, 我打算买台配有17英寸彩色液晶显示屏的个人电脑, 这地方的那个inch代表是英寸的意思, 那个LCD, LCD这地方指的是那种液晶的意思, OK, 这样子的, OK, I plan to buy a PC with 17-inch color LCD monitor, 我打算买台配有17英寸彩色液晶显示屏的个人电脑, monitor, 这地方的基础没有, 就代表是显示屏的意思, 显示屏, monitor, 或你可以加一个computer monitor, 就代表是电脑显示屏, number three, keyboard, 键盘, keyboard, 我们看一下例句, a few keys on my keyboard are missing, which is weird, 我键盘上几个键不见了, 太奇怪了, 键盘的话叫keyboard, key的意思代表就是键啊, 就上面的一些那种小的那些按钮啊, 按键这样子的, 按键的意思, board本来是代表是板的意思, 板子板块的意思, 所调合在一起就代表是键盘, OK, a few keys on my keyboard are missing, 我的键盘上的一些那个按键不见了, missing代表不见的意思, which is weird, 这件事情很奇怪, weird奇怪的意思, 这一方很有意思啊, 按键怎么说, 我们也顺便学一下key, OK, 好, number four, 触摸板, touchpad, touchpad, 我们看一下例句, she usually uses the touchpad to move the cursor, 他通常用触摸板来移动鼠标, 光标啊, 这地方指的是鼠标, 光标的意思啊, cursor的单词, 好, touch板就代表是触摸, pad代表就是这种, 呃, pad像指的是这种, 它跟board不一样, board代表是板子, pad的话是那种手写板啊, 之类的意思啊, 触摸板之类的意思, 说touchpad就特别指笔记本电脑啊, 这地方我们说一下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的那种触摸板, 它就代替鼠标的那个作用的, OK, number five, 摄像头怎么说, webcam, 啊, 电脑摄像头我们都是叫网络摄像头, 一般叫做啊, 我们叫webcam, webcam, web的话是指的是网络啊, 网络的意思, 在我之前的关于上网的课程里面, 我们讲过这单词, 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单词, 这节课内容, 这个单词啊, 那个, 我们看一下第一句, He shared a webcam during the online meeting, 他在开网络会议的时候, 关掉了摄像头, shed代表是关掉的意思, 好, online meeting代表是网络会议, 网络会议, webcam, 网络摄像头, 这单词非常非常, 下单词, power cord, 电源线, 电源线, power cord, chord的意思就指的是, 那种线啊, 推置电线的意思, power, 只是电源, 我们看一下例句, the power cord, my piece is wearing off, wear off的意思就指的是磨损, 磨损, 我电脑的电源线快磨损坏了, the power cord, my piece is wearing off, 这样子的, 记住, power cord, 就指的是电源线, power cord, chord就指的是那种电线啊, 特别指的是那个, 加用电器, 电器的电线, OK, number seven, 比如说那种老式的那种计算机啊, 我们不获, 不是老式的, 就是比较大的啊, 加用电源线计算机, 家庭的计算机啊, 我们那个有个主机箱啊, 这个主机箱怎么说, 叫做tower, tower, short tower, tower叫单词, 它本来还有意思, 代表塔的意思, 比如说雷锋塔, 这个大的塔啊, 或是艾弗铁塔, 塔啊, 这样子的, 那个啊, 都用这单词tower, 这单词在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呢, 主机箱的意思, 怎么看例句, there is a big tower, by my old computer, 这句话指一块, 朋友先就会认为是, 在我电脑旁边有一座很大的塔, 其实不是, 它只是我电脑, 我的老的电脑旁边, 有台主机箱, 这样子, 你们看一下我配图啊, 所以tower有个意思, 就代表是主机箱的意思啊, 主机箱啊, 不是代表的是塔啊, 如果你们看塔的话, 看艾弗铁塔, 这些英文怎么说, 看一下我们之前制作的, 关于那个风景的啊, 那个旅游景点的那个视频, OK, 下面一个单词, 鼠标, 这单词很重要, 重要哦, mouse, mouse, 好, mouse这单词本来的意思, 代表是老鼠啊, 这地方指的是鼠标啊, 鼠标,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句子, what's the cost of your wireless mouse, 你的无线鼠标花费多少, 这地方的wireless, 代表是无线的, 这地方的wire, 它指是那种小的那种线啊, 非常小, 不是属于那种电线, 是指很细的那种线啊, 或者这样子意思, wireless mouse, 就指是无线鼠标啊, 比如我们今天说的wifi, 这地方的无线上网, 这叫wifi, 它其实也是这样子, 有warness这单词出现, OK, 好, mouse, 鼠标, 它同时还有老鼠的意思, 我再说一下啊, mouse, 比如我经常说的那个就是, 喜欢用电脑的人, 就是每天就沉迷于电脑的人, 就叫做mouse potato, mouse potato, potato这单词本来是土豆嘛, 但是在英语, mouse potato就指的是, 整天沉迷于电脑的人, 比如说, he's a mouse potato, he never rests, 他是一个整天沉迷于电脑的人, 他从不休息, 同样的如果整天沉迷于那个电视的人的话, 我们有种说叫做couch potato, couch本的意思指的是那个长沙发的意思, 就是每天坐在长沙发上面看电视, 就叫做a couch potato, 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都不会用直接说什么, a computer potato, 我们都是用的是它的一个载体, 比如说我们那个用电脑, 是不是用鼠标嘛, 包括我们看电视, 是不是要坐在沙发上, 可能站着看电视, 对不对, 所以就是mouse potato和couch potato, 这样子的, 我们看下下面一个词, 扬声器, 我们看一下例句, my piece is speaker doesn't work well, 这地方speaker就指是扬声器, 扬声器或是小喇叭, 我们说的那个, 我们看一下这句子意思就是, 我电脑的扬声器有些问题, doesn't work well, 有些问题嘛, 工作不顺畅就用这个词, speaker就指是扬声器, 包括很多笔记本电脑的扬声器的话, 它就是内置的, 是这样子的情况, 下面单词microphone, microphone, microphone, 看一下例句, there is an excellent built-in microphone in my PC, ok, 这话意思就是, 我电脑有个很不错的内置的话筒, 就麦克风了, 这样子的, 内置的怎么说, built-in, built-in就是, 建设在里面的意思, accent, 很不错的, 优秀的, there is an excellent built-in microphone in my PC, 我的电脑里有一个很不错的内置话筒, ok, microphone, 这是麦克风,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 耳机啊, 耳机, 这个地方的耳机就指的是, 整个踏在头上的, 或者是像耳塞一样的, 怎么说呢, 可以说成是, headset, 或者是 earphone, earphone的话, 一般就像耳塞一样的那种, 这样子, headset的话, 它就, 还是点小区别, 在总体讲的话, 这两词都记下, headset, 耳机, 好, 我们看一下例句, she remembered to put on the earphone, while watching a movie, 在看电影之时, 她记住了带耳机, ok, 因为你不带的话, 可能吵到边都对, 好, 这里放 put on, 带上耳机的意思, 带上嘛, 这样子的, headset, earphone, 这些都是属于电脑的一些外部配件里面, 必须的,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打音机, 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printer, printer, 好, 我们看一下例句, connect your printer to the computer, 把你的打音机和电脑连起来, connect, 代表是连接的意思, 包括上网连线都可以用这单词, connect, ok,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单词printer, 它这个单词是有print变怪的, print本来只是带, 指的是打音, 就跟我们说的computer, computer代表是那个计算的意思一样的, printer, 它指的是打音机, 打音机, 包括那个打音工的话, 也可以说printer, 但这单词现在的意思一般都代表是机器, 就跟computer最开的意思代表是会计算的人, 现在的只能代表计算机这种机器的意思, 所以是print这单词现在一般来讲都是指打音机了, ok, 我们再一下例句吧, connect your printer to the computer, 把你打音机和电脑连起来, connect, 连接的意思, 好, 下个词, 扫描仪, scanner, scanner, 看一下例句, is it necessary to have a scanner to go with your PC, 给你电脑配个扫描仪有必要吗, go with代表是配的意思, necessary, 有必要, scanner它是由scan扫描这次变过来的, 它的那个用法, 它的那个来源也是跟我们说的computer和刚才的printer一样的, scan本来只是扫描仪, 加个er代表就是, scan本来代表是扫描, 这个er代表就是扫描仪, 这种机器的意思了, ok, 好, 注意这单词scanner, scanner,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内部配件吧, 内部配件的单词比较少, 我们只讲熟悉的, 因为内部配件如果全部讲完的话, 很多都不是, 也不是, 比如说那个电脑的修理人员, 心里没必要去了解太多, 我们看一下比较常用的一些,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内部配件的英文, internal parts, internal parts, 好, 这里放的internal, 就指是内部的, 好, 刚才我们说这单词part, 指是配件, 零件的意思, internal parts, 就指是内部配件, ok, first word, main board, or you can say mother board, 代表是主板, 或是母板, main board, main代表主要的, 主板, 板件我们说过嘛, board, 好, 那个计算机的那个, 整个计算机的话, 都是基于主板建造的,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句子怎么说呢, computers are all built around the main board, 电脑都是基于主板建造的, 这是计算机的一个最基本的地方, 就类似于我们人的身体的整个身体的那个上半身一样的这么重要, 就是main board, mother board, 就你们在学这单词同时, 记住发音, 比如说这主板发音main board, mother board, 然后单词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 ok, 这样子的, ok, number two, 第二个词, 中央处理器, 就是我们这样说CPU, 它的全称是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unit本就代表是那个单元的意思, processing, 处理central中间的, 从我们看例句, CPU is like the brain of a computer, 中央处理器像计算机的大脑一样的, 所以说CPU它就等于是我们人的大脑, 这样子,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主板是人的整个身就整的那个上半身, 那么CPU就是你的大脑, 这样子的, ok, so let's continue, number three, memory, 这地方的memory就是内存, 内存的这些东西, memory本来还有一个意思, 代表是记忆嘛, 它就等于是我们说的memory, 就等于是我们说的那个计算机的记忆,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吧, rem or we say ram is a main memory a computer uses to keep data, 随机存储器是电脑用来保存数据的主要内存, 好, ram的话很多人应该比较熟悉, 代表随机存储器的意思, 它是那个计算机的最主要的一个内存的那个保留方式啊, 或是它的一个内部的硬件啊, 所以这样子的ram, ram, ok, 因为我们的内存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它的配件吧, 什么统称都叫做memory, 比如说你的手机的那些内存都有可能的单词, memory, ok, number four, number four, disk drive, 磁盘驱动器, disk drive, 磁盘驱动器, disk版的意思代表就磁盘, drive版是驱动器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例句, a hard disk drive is a main storage drive computer, 硬盘驱动是计算机主要的存储驱动, 好, 硬盘驱动, 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hard disk drive, hard disk drive, main出现了主要的storage代表是储存的意思啊, 储存, ok, 说这个的话就是等于是我们人的位啊, 这个位啊, 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就它是储存你的信息之类的啊, 这样子的, 好, disk drive, disk drive, 这但是很重要, 磁盘驱动器,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什么, 各个什么盘啊, c盘, d盘, e盘, f盘这些, 我们就可能跟这个阵词有关系, ok, 下面一个词, 我们的内部配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词, 就是散热器啊, 散热怎么说, 这个散热器的话, 最主要是那个笔记本电脑的话是很, 很普遍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单词是heatsink, 或者可以直接说fan, fan的意思本来是风扇的意思, 但最标准说的就是heatsink, 散热器,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this laptop doesn't have a nice heat sink, 这台笔记本电脑没有好的散热器, this laptop doesn't have a nice heat sink, 所以这地方的laptop指的是笔记本电脑的意思, heatsink, 这是散热器啊, heat本来是热量的意思, sink的话, 它指的是水槽或洗手池的意思啊, 但这地方就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散发热量的水槽, 你知道我们的一般的水槽都是把脏水排出去啊, 这地方是把热量给排出去, 就是heatsink, 散热器, OK, 好, 如果喜欢我这节课的视频的话啊, 那个, 如果你看到是YouTube频道, 请点击视频右下方的订阅按钮吧, 然后打开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子就能及时收到我视频的最新通知了啊, 我希望这节课的那个, 呃, 电脑方面的一些知识, 对你们的词汇量的积累, 以及你们生活英语的使用, 都是有帮助的, OK啊,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我频道的其他的YouTube的视频的内容啊, 然后呢, 结合一起看的话, 可能对你们帮助是更大的啊, 然后呢, 或者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号扫描二维码吧, OK, so, thank you for watching, I'll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